各位同學們好,我叫Barbara,我負責Event Management Program 我今天也會講一下活動項目管理課程,究竟包含了什麼內容 會集中在課程中,究竟同學會有什麼活動 是否只會讀書呢?當然也會講一下其他資料 我們會講一下升學的問題,個案同學的成績,他們的升學情況 最後看看如果同學有什麼其他問題都可以問我 好了,我們就看看活動項目管理究竟包括了什麼內容 首先講一下我們這個項目的目的是什麼呢? 有別於其他的一些課程,純讀書的課程 我們這個項目是比較活一些的,因為我們目的希望是可以幫助同學 將來無論是繼續升學,或者之後讀完升學,讀完大學,讀完課程出來,或者讀完課程出來,可以做一些有關活動項目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不只是只要讀書,我們就有很多課程的安排上面 你稍後都會看到,課程安排上面其實有很多同學有機會去outreach 可能要看很多,就是看一些新聞,不是看新聞,看一些廣告 還有是留意一下,試一下輕些什麼,看雜誌 所以就不只是死讀書,我們稍後都會講一下,在課程裏面,其實在未來 如果你報過這個課程,未來兩年會有什麼跟課程有關的活動 當然,升學很重要,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做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預備同學會繼續升學,我們看看這個課程究竟有什麼要讀 這個課程包含了四個範疇,就是Soul Science Foundation 實際科學的基本知識範圍的內容,communication,event design,marketing,management 以及professionalism 我們看看這四個,為什麼跟Soul Science有關呢? 很多人會想,活動項目管理應該跟marketing、management有關 為什麼跟社會科學有關呢? 或者為什麼跟communication有關呢? 我們這個faculty就是社會科學部 所以我們的課程就是屬於社會科學部的其中一個課程 故此,當你去讀這個課程的時候,內容有部分的課程是會跟社會科學相關的 你可能會有一定數量的學科是跟event management有關的 那些event management是跟communication相關的 所以你可能會學到一些media writing,寫新聞稿,或者一些PR的內容 如何預備一個presscon 等於出來工作的時候,可能一個機構都要有一個部門做publicity,或者是做public relation的 究竟你如果有興趣那方面的發展呢? 那這個e4的活動項目管理呢? 其實都會給你這方面的訓練 當然,怎樣去設計一個活動 怎樣去做宣傳、marketing、管理 甚至呢,我們不只是去一個小的活動 而是我們會看看,在香港或者在全世界 有沒有一些很大型的什麼event 你們在當中會有什麼可以學到呢?有什麼可以啟發到你的? 那當然呢,我們也會有一個final year project 我稍後也會給一些final year project給同學看看 究竟過往同學在final year project裡面做了什麼活動過? 好嗎?那我們就看看 然後再多一點有關課程的安排 總共呢,我們這個課程呢 其實就讀二十一科兩年 二十一科,總共是六十三個credit 這二十一科裡面就包含了剛才那四個範疇的東西 包括了soul science foundation 又包括了communication 你會學一下 communication你可能會學一下 究竟人和人的相處應該是怎樣 不同文化的人相處究竟應該是會怎樣呢? 剛才我們也說過了 會有一些pur skill 就是public relations skill 都會教給同學 另外呢,就是event management 方便範疇的學科都有的 包括了大家可能喜歡event management 或者對於這個課程有興趣的 同學可能都會聽過一個字 嗯,這個不是老鼠 這個是mice 就會教同學一些很大型的event 究竟他們怎樣做管理 就是搞一個event 可能你在中學也搞一個event 你會發現,嘩,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一個大型的event 究竟應該要怎樣做呢? 那麼我們也會提到 另外呢,我們也會講一下一些 cultural management 一些和文化相關的event 究竟怎樣去做管理 OK? 那麼剛才也講過呢 就是我們也會有final year project integrated project year four就是final year project 我有很多相片給大家看的 那麼除了你看到這裡 我不是所有的科目都放進去的 那麼除了這裡的科目之外 那麼也都還有ge cours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那麼總共 總共就是有21科的 OK? 我們就不講那麼多 那麼多 courses 那麼我們不如講一下 就是給一些照片給同學看看 咦,究竟呢 在未來的兩年 如果你報讀過幾個課程 未來的兩年 你會有些什麼做呢? 你的學習經驗會是什麼呢? 那麼我就給過往那幾年 有些同學的參與 的精彩片段 精彩片段 精彩的相片 給同學看看 那我們會有一些 有些活動 有些比較大型的活動 是給同學去參與的 那麼這個是TDC 去貿易發展局 去貿易發展局 那麼其實貿易發展局 裡面不只是Fashion Week 是有Fashion Week 而這個Fashion Week 在過往呢 就是給我們機會 我們的同學 是recruit我們的同學 是做裡面的helper 那這個是實質 實質的一個 讓同學真的有機會去接觸 真的喔 真的出來做事的喔 你會怎麼樣呢? 是不是好像在學校那樣 要人教到你怎樣去做呢? 還是真的出來做事? 而且在一個Fashion Show的時候 很快 那個節奏很快 那同學呢 就可以經驗到 真的做事呢? 其實真的不同 和讀書 那所以呢 我一開始 介紹課程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嗯 這個課程不是要讀書的喔 除了呢 這些 就是Fashion Week 另外一個 都是Fashion Week 過往的同學也都參與過的 那就是 都是TDC的 我們是發展局的 那就是 都是去找了我們的同學去做一些 去做helper OK 那 就給同學 哇 有很多好 好嘉賓喔 他們可能呢 是要去 去招待一些嘉賓 也都可能去參與這個event 裡面可能做一些比較junior的 比較初級的工作 但是呢 這個機會是很寶貴的 這個機會是很寶貴的 那給同學真的去嘗試 在參與這些活動的時候 去做這些活動的時候 究竟是要有什麼要留意的 另外呢 這個也是比較有名的活動 就是Wine and Dine 都是發展局的 那就是 年年都有的了 年年都有的了 那就是 疫情 上年呢 就是 沒有找我們同學去參與 那就是 Wine and Dine 就同學 年年 差不多年年 他們都會參與這個活動的 是的 他們都是用一個helper的形式 那 可能都會 你知道 去到比較 10點 11點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第二天呢 又要 就是 一早 他們就要回去幫忙了 那一個短短的幾天的經驗呢 其實就 我覺得 那些同學 就是 真的 去出去 去跟隨這些 這麼節奏 這麼快的 的 活動的時候 他們呢 真的不同了 成熟了很多 我相信 如果你報讀這個課程 也有機會去參與這些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我都很相信 你都會 好像我的學生那樣 是 很短時間 就可以 catch up 可以成長到 那我們又看看 這個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 過往幾年都有 有舉辦 就是 上年疫情 就是 就是 用網上的形式 那 就是 在 金鐘的Cover 搞 那 就 我們的同學 你看到 我們的同學 就去幫忙 連續幾天 它是一個 就是 賣畫的 那 那個 過程 沒有想過 自己會參與一些 跟藝術有關的 活動 所以 你會發現 其實在我們課程 都是 在預備 同學 活動不只是 剛才說 一定是 飾演 一定是 限於 這方面的 產品 可能 涉及到 跟藝術有關的產品 我們都會給同學試 其實在我們課程裏面 都頗著重一些 跟藝術文化管理有關的內容 例如 我們會有一科叫 Cultural Management 我們都有 特定要同學 收一科 叫 Appreciation of Western Art 這科是 General Education 但是 我們已經 一定要你讀了 因為我們想 培養你們 至少 你如何 去 欣賞一幅畫 或者 你如何 認識多一點 去預備 有關 畫 文化 有關藝術 這些方面 預備自己 做Event Management 可以有很多 很多方面 都可以涉及到Event Management 包括 藝術文化方面 這也是以往 同學參與過一些比較大型的 Event 這就是 昂平360 昂平360 開幕典禮 過往幾年都會給同學參與 同學會幫忙做一些招待工作 亦都會看到 哇 是Prescom 咦 跟我們課程 會不會有些學到的東西 有些關係 當然是有 剛才我也說過 是嗎 Communication 我們其中一個範疇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學 寫新聞稿 寫媒 媒體寫 香港傳媒 究竟是怎樣 所以 給同學一個很實戰的經驗 當然 你沒有機會 馬上寫新聞稿 但是 你會看到 記者究竟怎樣工作 如何準備好他們的披寫 披寫 披寫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這就是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ymposium Hong Kong Victor 你看到同學很開心 參與方便的活動 另外就是美河流 大家都在深水埗 美河流落成的時候 你也找到一些同學 這裡 找到一些同學來幫忙 來看幕典禮 你也找到同學 sorry 動討儀式 找到同學來幫忙 另外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這是AXA的一個活動 另外一個就是 除了一些很大型的 和商業有關的 或者和商業有關的 活動之外 我們也會有這些 在商場 你也可能見過 在商場 也會有這些 催器的 跳彈床 給小朋友玩 這是一個Halloween的Carnival 其實是否久不久 他們搞這些活動的時候 這幾間公司 其實都會找我們 看看會不會有同學 有興趣 想試一下 在參與當中 甚至是當日 那幾天的運作 所以每年都有 這幾年都會消失 所以我們期待 將來都會有這些機會 OK BOOKFAIR 以往都會有 CUBIC 都會找我們同學幫忙 OK 這個也有一段日子 不過都會給各位看一看 原來國際機場 15周年的時候 我們同學都有幫忙 甚至是 甚至就是 看看 OK 甚至到 就是在 Tourism Board 旅遊發展局 每一年都有 新年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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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忙 有一年 甚至找我們的同學 幫忙踩單車 你會看到這些 就是我們的同學 幫忙踩單車 當然 未必每年都有 這種表演的機會 很多時候都是在幕後 幫忙做幫助 OK 比較細型的活動 例如一些鬼話比賽 OK 或者這個是 Hong Kong Press Relation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他們這些媒體 luncheon 都會需要幫助 我們都會盡量去找這些機會 看看他們需要不需要有人幫忙 然後就去問一下同學 為什麼我們都想跟同學去參與這些活動呢 因為我們想預備大家 你將來 無論你繼續升學也好 升完學你都會出來工作的 你將來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什麼態度 而在這些行業裡 究竟需要什麼質素 OK 預備定 預備定你有心理準備 我投入這些行業的時候 如果我將來想投入這些行業的時候 我現在就要預備自己 OK 剛才說過我們有Final Year Project 對吧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 接下來我就會給同學 看看一些Final Year Project 我們過往幾年同學 一些Final Year Project 究竟是做什麼 我們同學通常 大多數會跟一些機構合作 例如以往曾經跟YMCA 或者一些社區中心 或者一些資源機構合作 然後去搞活動 你看到這個是給老人家的 是的 另外你看到 另外你看到 就是一個 就是搞一個社區的活動 在天水圍的 OK 是天水圍的 天水圍的 好了 你看到這裡 也是同學 就是和一些社區中心 一些資源機構 他們合作搞活動 都是Final Year Project OK 好了 Final Year Project 一定會做的 因為是計學分的 但是 Internship 我們會去聘請同學 其實過往在Internship的時候 其實過往就有MTR 都會聘請很多Ambassador ,不是月頭助理 Ambassador就是在車站 例如在特別沒有車站 例如機場 比較大型的車站 他們都會需要一些Ambassador 例如旅客 或者市民 有些困難 他們都可以幫到他們 就會做這個角色 以往同學都會有這個機會去做 但是 也都在過往幾年的情況 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即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這個機會 以往我們也有很多 Students Activity 同學的活動 最大型的 一定是OCAM 即是型身型 OK 除了搞型身型之外 我們也有一些同學的活動 這個就是Company Wizard 因為我們其實中間有些學科 很多都涉及一些酒店管理 項目管理 以及一些 可能是 結婚計劃 所以不是我們的結婚計劃 而是我們會去 visit 一些公司做結婚計劃 也會看看別人的酒店如何去做管理 甚至我們會有些機會去 visit 例如Café Pacific 讓同學看看 這些大型的公司 他們去搞活動 或者他們裏面究竟 他們的運作是怎樣的呢 去裏面做 無論是 做乘客的管理 那方面會怎樣做呢 他們都是有些機會的 這個也是 這個是迪士尼 給同學看看 我們就去酒店那裏 看看裡面一些酒店管理的情況 OK 好了 學生活動 除了以往 有營生營 有 公司 visit 以往 我們還有些study tour 我們去過北京 去過新加坡 OK 我們也去過 等一下 我們去過台北 好 我知道我超過了 去過上海 OK 好了 最後 更加要提一提 就是我們部門 是 以往都有 City Abort Scheme 但現在什麼時候才有 City Abort Scheme 這個就要看看疫情的情況 以往同學就會去台灣 台南 對不起 是台北 他們就去台北 跟 交換一個學期 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成績很好 要有好好的表現 我們才讓他們去 連續幾年 有同學 我想有接近二十多位同學 在我們這個課程中 有二十多位同學 都參與了這個交換 program 交換一個學期 就去明傳大學 在台灣 OK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 不只是死讀書 我們裡面有很多內容 是預備同學 讓同學多些接觸 現實的職場 讓同學將來無論升學 無論是出來工作也好 都是有這些知識 跟底的 如果有問題 可以隨時找我 謝謝 今天 我過關了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 再見 再見